- 喂? - 喂? - 江总,我调查了林曼父亲的情况, 发现他并没有固定的经纪来源, 而且好土成心,欠了很多诈。 三年前,陈东老板徐远之的秘书 给他汇过一笔款, 时间正好在陈东窃取我们的原代码之后。 - 好,我知道了。 - 怎么了?发生什么事了? - 临时出了点事,我先送你回去吧。 - 不用了,我自己打车走就行。 - 你先去忙,忙完早点回来。 - 那走了。 - 走吧。 - 谁呀? - 你不是上次跟林曼在一起的那个人吗? - 他不在这儿你来干嘛呀? - 只有上次吗? - 我们应该很早就认识了吧。 - 我不认识你呀,走吧。 - 别慌啊。 - 怕我知道你的秘密。 - 找你算账什么。 - 我能有什么秘密呀? -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- 这个监控足以让你多盘三年。 - 你少吓唬我。 - 这视频能说明什么? - 我既然敢来找你。 - 就自然不使这些。 - 你想干什么? - 跟我说清楚。 - 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- 我说了。 - 你能放我一条生物吗? - 你如果不说的话。 - 只有坐牢这一条路。 - 行。 - 是我把游戏代码卖了。 - 所以你们父女俩 - 一个盗取一个销赃是吗? - 不是。 - 根本不关小曼的事。 - 是我偷听到陈东那边的人 - 给他打电话。 - 让他把你们公司的游戏代码卖了。 - 他当时是死活不肯。 - 是我把代码抢过来换成钱的。 - 你是说黎曼当时不知情吗? - 当然不知情啊。 - 他当时就整天忙着跟你谈恋爱。 - 连我这个亲爹的死活都不顾了。 - 我也是被人家追债追得没办法才。 - 希望你看在跟我闺女旧情的份上。 - 放我一马。 - 你怎么了? - 张总,求求你放过我们吧。 - 你明白吗? - 他是很难看的。 - ост itu arsenal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啦 来啦 您好 快递请先收一下 哦 谢谢啊 爸 您的快递 我 我还以为小强到了呢 哎呀 这都六点多了 还没忙完呢 快打电话问问 妈 要不然咱们先吃吧 她可能在忙 再等等吧 这女婿第一次回家来 连饭都不等人家吃 像什么样子吗 哦 她有样子啊 结婚这么长时间从来不登门的 这好不容易约好了吧 又不见人影 全世界就她一个人忙啊 妈 要不然咱们先吃点零食 垫垫肚子 这是江一诚 特意给你们买的 哎 行行行 这个主意好 啊 来来来 尝尝孩子们的心意 啊 来 哎 给我把你最喜欢了 来 拿一个 尝尝 尝尝 嗯 挺酥的 我跟你说啊 是现在年轻人 忙一点挺好的 总比那些 整天游手好闲 一事无成的人 要来得强 对吧 姑娘 是啊 我喜欢江一诚 也是因为她一直坚定地追求 自己喜欢的事业 而且到现在都不忘初心 嗯 这追求事业 日子不过了 老婆过生日 她就能撇下你拍拍屁股走人了 那平时不是对你更不好了吗 没有 妈妈这个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支持男人的事业 那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小江 要让你受委屈的话 你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讲的 我告诉你 爸 他对我挺好的 昨天在古镇的时候 他特意给我庆祝了生日 还在零点之前 给我准备了惊喜 你看看 我就说吧 小江这个孩子还是有心的 啊 哎 你赶紧跟我们说说 你们昨天晚上怎么挂的 啊 你看 哎 这个是他给我做的水果蛋糕 哦 然后我们还放了仙女棒 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他亲手给我做的 还有这个蛋糕 也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 看看啊 挺好看的 红柳 哎 这个拍得好啊 好看啊 哎呦 这个真可爱 哎 还有两只小狮子 哎 哎 我是来给他送钱的 一诚 你找他干嘛呀 我问了三年前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 一个人扛下所有责任 远走他乡就能解决问题吗 做错事的 毕竟是我父亲 他害你和公司蒙受损失 这些事情 我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那可是公司所有人努力的成果 难道我就没有得到一个解释 和一个交代的资格吗 我当然想告诉你 可我当时 可我当时